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是午餐時間 很多錶迷都在吃午餐 12時左右 豬仔介紹這隻 是精工的 Save the Ocean Special Edition 一個特別版 豬仔很久之前 應該是一個年前 都有翻過這隻錶 幾個月的時間 它是特別版 一直都斷貨 還有豬仔都有點執著 我就一定要找Made in Japan版才介紹 我手上的一隻是Made in Japan Baby Tuner的版本 這隻叫做Tuner 但是Baby Tuner Baby就是比較小 適合香港人手 這隻Baby Tuner Seiko Prospect系列 就是一隻潛水錶 200Diver的潛水錶 是機械的手錶 我們先看看 這隻錶我們先從外觀開始看看 很帥氣的 整個外觀的配色 再加上一個特別版的 標盤設計 設計概念就是以保育為主題 它是藍極海洋保育為主題的手錶 所以你看到標盤的顏色 就是在深藍色漸變淺藍色中間 而那個錶的左手邊近九點位置 就有幾隻腳印在這裡 有一隻幾隻的什麼腳印 大家有沒有猜得到 其實它是一個藍極 藍極就是企鵝 當然是有企鵝腳印在這裡 這個標盤 而且在這個標盤上 除了一個藍色的漸變色之外 它是很有質感的 你看到這個標盤 有些紋路在這裡 有些壓的花紋的紋路 看上去就像海洋一樣的 六點位置 我拉到這麼近 大家都看到了 六七點位置 寫著Made in Japan 這隻是日本版 日本製造 因為不是日本製造的版本 豬仔是推介日本製造日本版的 這隻Made in Japan的Baby Tuna Diver 200米防水 你看到六點位置寫著 有Postback的Cowcha Logo 我先退開節針 看得不清楚 我先退開節針 好了 你看到有Postback的Cowcha Logo 然後有一個自動的Diver 200米防水 這隻標也拿了ISO6425的標準潛水認證 所以是一隻專業的潛水標 機心有4,800的擴尺 好了 Baby Tuna Tuna的殼和Baby Tuna的殼都是同一個DNA的 為甚麼呢 殼形都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尺寸縮小了 適合我們亞洲人手一點 你看到Basol圈做了壓紋 做了一些條紋在上面 都是做了銀色的標圈 而旁邊也有一些九牙坑的打磨 這個九牙坑的打磨和Tuna都是很相近的 就是凹凸很深的分泌 摸下去一點都不介手的 很順滑的 Tuna的學型DNA就是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踏半個到踏九的位置 以及踏十二到踏三的位置 都有一個凹坑位 方便你單向式轉動的時候 單手都可以轉動得到潛水標圈 而占送潛水標圈的時候 都是120K 很清脆的聲音 很Smooth 120格 逆時針方向的單向式潛水標圈 你看到Tuna有一個外包圍的殼 做了拉斯花紋 這個外包圍的外殼做了拉斯花紋 是可以自己更換這件衣服的 就有一粒、兩粒、三粒六角螺絲 就可以更換這個外殼 也是四點位置 有這個標腳做了螺旋式鎖的標關 我們看看夜光 時分針加上秒針 無端加上黑度和啤數的點點 都是有夜光的 我們一齊來看看夜光 很漂亮 照上了這個藍色的 漸變藍色的標面 配搭這個綠色的夜光 超強的夜光 好了 看到那些Tuna這些拉斯打磨造工 都是很有質感的 整隻標 好了 標關位置放在四點位 我們嘗試放開標關 向下轉動放開標關 看看有沒有虛位 很輕微 少許的虛位 不多的 輕微的虛位 好 拿起了標關之後 我們嘗試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調節時間 很緊的 很緊緻 很絕力 調節時間的時候 半格交易力 半格交易力都是一格格跳的 沒有什麼聲音 按進去之後向上轉動 上發跳 這個標關也不錯 因為它是用4R的機芯 剛才我數過三、四下 那支秒針也開始起動 4R35的機芯 23石 好 按進去向上轉動 鎖著標關 差不多三圈才鎖著標關 標關也是很深的 鎖壓 這個標關就襯托了灰色的標帶 這個標帶也是很順滑的 完全很柔軟的 也做了一個方洞 十一個標洞 有一個Postback的海浪Logo 在末端那裡 而且完全不黏塵的 好 另外一頭就是一個金屬的不鏽鋼油環 做了拉絲花紋 有SEICO的字樣 另外 用到的扣是一個拉絲的銀色 不鏽鋼針扣 這個針扣都是厚料的 屬於厚身的 好 先看看標底 標底做了一個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中間也有寫著Postback的海浪Logo 我先找一下最重要的三個字 登登登 Made in Japan 寫著了日本製造的 還有寫著了Special Edition 特別版 4R35的機芯 好了 先翻過來 不是 還有 看漏了 Diver 200 Diver 200 我看官網 寫著了ISO645的專業潛水認證 提前有停秒功能 夜光功能 潛水圈 日本製造 它沒有用到Safira Crystal 它不是用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而是用了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這隻Baby Tuner 叫做Baby 究竟是有多小 先說重量 整隻錶是104g 有些手感 又不會輕飄飄的 有些手感 雖然是用膠帶 Tuner 一般有些是有48 那這邊的Baby Tuner 我們試用量度 有多小 的設計 43.2 算是43.1 我測出來就是43.1 即是差不多了 43多些的標極 厚度 13mm 它是12.6 脖子是比較小的,腳位是很短,只有42mm 其實整隻手錶不算很大 試試拼上去給大家看看 拼上了14.8cm手腕 先看一看,穿上去 而且顏色很特別 因為手錶很多時都是深色黑色 這隻灰灰色的錶面,襯托了漸變藍色的 企我腳的錶盤設計 很獨特的,是特別版本 想買一隻比較特別的手錶,又不容易跟你撞 這隻Baby Tuner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如果喜歡這隻4R35機芯 剛才提到的4R35機芯 是否有新的錶,未必知道 21,600的震頻,動力儲能40小時 23石 41,但我很多時候數到都還未到41 動力儲能 如果喜歡這隻Baby Tuner 豬仔的Made in Japan推介 日本製造的手錶 記住,因為這隻錶是有日本機芯 這隻特別找回來是日本製造的 還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就是 它是一個拯救海洋保育的概念的手錶 提示上可以提醒你 我們要愛惜我們的海洋 如果喜歡這個主題設計的手錶 而喜歡Made in Japan版本的 豬仔推介超值價 2780元 2780元 希望你喜歡豬仔推介 如果喜歡這隻錶 在這個 在這個 頁面上有 有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還是賴之閣 豬仔是有四隻現貨的 有四隻現貨的 這隻企我腳的保育系列 是的 海洋保育系列 2780元 那外面好像都買到 如果Made in Japan版本 都好像買到 五六百元US 差不多 那差不多 四千元也要 我記得最便宜 昨天晚上看過 都去到 430元的Ebay 還未算這個運費 即是要到三四千元 豬仔這個真是超信價 2780元的MIJ版 記住是Made in Japan版 喜歡的 就記得按讚 豬仔 我們下集見 拜拜